哈喽大家 今天是色Kemme花瓣腮红 双质地版本所有色号 之前有姐妹说想看新色B03 给黄菱姐妹挨个试一下 顺便按照主观喜好盘序 我心目中排第一的是 01柔和珊瑚菊 全盘主色是两块深浅 不同的雅光色 搭配两块珠光质地的高光色 可以五块混合刷 也可以单独刷 值得夸一下的是 新包装的刷子升级了 纤维毛两边的很丰厚 刷头扁平设计 单独取肥很方便 上次有精准 像这样L型的曲粉可以得到两块纯雅光色 混合出这种低饱和的粉粉的珊瑚菊色 让我想到韩系氛围的腮红 不再是那种一大坨的高饱和的 就日系腮红的风格 这个颜色和黄皮融合度也很高 很活泼很鲜嫩的颜色 瞬间减零 再次是两块珠光色混合刷 作为高光蓝硬的效果 混合出来的颜色接近冷掉的香槟金色 和珊瑚色很搭 没有很显毛孔 相比全盘混合用 我更喜欢这样分开使用 妆效更干净 新手刷也不会显脏 我平时最常用的也是这块鼻苓一 第二的是鼻苓二玫瑰粉红 两颗亚光主色分别是低饱和膨胀感的紫粉色 又加一块类似干酷玫瑰色 两颗颜色混合了 我想到CAMIC之前出过一款很火的塞子 黄皮也不会显存 同样先去亚光色混合上面 颜色更偏粉嫩一些 恰到好处的紫粉色 没有很偏冷 所以即使老黄皮也是可以加以的 这块我也很喜欢 用来搭配不同色调的妆 像这玫瑰色调的眼影或者口红 就很适合搭配这块腮红 所以前面两个色号红皮都能用 颗色包容度很高 不会采雷 用搭配好的同色调高光混合 作为脸部的高光和腮红氛围非常统一 而且这样局部使用高光 比全脸大面积刷更加的灵动 不会让整张脸有种猪油感 这种温柔浪漫的玫瑰调 实在太适合约会了 类似橘角子 它能综合脸部的黄气 前面影气色非常好 搭配玫瑰调妆容有种幸福的微醺感 排第三的是新色B03梦幻薰衣草 这块就是明显偏冷的颜色 哑光色是低饱和的冷粉加蚊子组合 而珠光也是带明显的冷调的浅紫色系 哑光色混合刷在暖黄皮的脸上 有点违和感 尤其在厚涂的时候就更明显了 跟暖黄皮色调完全不搭 而且远看会有明显的色块在脸上 融合不到一起 两块珠光色也是冷调的 和哑光薰衣草籽结合在一起就更突兀了 这一盘完全不适合暖黄皮 但这个颜色视觉降温感很强 可以推荐给冷皮或者感染皮的浅肤色姐妹 好了试完啦 希望能帮到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